務必希望你跟你的手術醫師好好討論 你要選哪一個size 哪一個牌子 因為好的size 好的大小放進去 才可以得到比較好的結果 不要說隨便 你現在診所得哪一顆 我就放哪一顆 那就是一個錯誤的行為 熔肉手術是目前美國統計起來 最多的美容的手術 也就是說它市場需求非常非常之大 大家通常搞不清楚怎麼選擇 因為目前有兩個主流 一個是自己脂肪熔肉 一個是假體 也就是說易乳放進去 這兩個東西要怎麼選 我覺得可以簡單的分就是 我要希望我的胸部變多大 那我要變大一個罩杯 或是兩個罩杯 或是三個罩杯 我覺得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就是我對於這種植入物 也就是假體 我是可以接受我有植入物 或是我完全不能接受 我覺得這會讓大家 馬上進入一個區分 我要變大多少 然後我可不可以接受 那如果呢 我願意接受植入物的話 那我要選擇一個新的 比如說有一些人 買手機一定要買最新的 那我一定要最好的 那就是最新的 摩滴目前是六年 六年的產品 那假設如果他說 不要 我要一個十年的歷史 二十年的歷史 那就選Mental 因為Mental是美國比較大的廠商 之前還有一個愛麗根 就是這家公司 那因為他某些原因 目前被停止使用 那當然他這兩家公司歷史 又非常非常悠久 有的人說不行 我買一個東西 就算買一個歷史悠久的 然後臨床數據很豐富的 那當然就只要選這兩個牌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好選擇 如果我沒有辦法接受放植入物 那我又想要大兩個罩杯 那你就要問你自己 第一個你夠不夠胖 有沒有機會做兩次的 自己脂肪手術 如果有機會做兩次的 自己脂肪手術 你就有機會 並增大兩個罩杯 如果你不夠胖 本身已經瘦巴巴了 再好的醫生 在你身上都拿不到 任何的脂肪的材料 那也就是說 這個人就沒有機會 做自己脂肪的手術 目前市面上有一些診所在行銷 所謂的復合式容物 就是我同時又抽籍去補胸 然後又放植入物進去 那聽起來很美好 就是說補進去很柔軟 然後裡面又一個變大 但是我自己覺得 好像有點多餘啦 除非消費者 你目前很不滿意 比如說自己的麻痕 或是自己的肚子 或是自己的臀下 覺得這些脂肪實在太討厭了 我想要把它變瘦 然後穿衣服變得順一點點 同時我又希望我的胸部 變成一個脖巴 目前求診的 有一些人說 我要G 我要E 像這種size的 那你就非常適合 因為我可以幫你把這邊修順 然後把這裡填得更薄 再加上一層脂肪在外面 那種質感就會更好 但是我覺得 願意做這樣的選擇 就是打從心裡 願意做這樣的消費者 其實沒有很多 可能大部分都是因為 被行銷帶走的 不是他出於本身的意願 求診的患者呢 他會告訴我他們的原因 因為我想 第一個就是 要穿衣服要好看 比如說他想要穿泳裝好看 或是穿低胸的好看 或是穿緊身的好看 那有的是產後 身材變形 萎縮了 他想要穿衣服好看 這次我覺得是主因 第二個就是 自信性 有的媽媽 那就是萎縮之後 他覺得他不敢面對另外一半 或是他面對他的朋友 時候覺得 我怎麼會變這樣 或是心裡面會覺得有點委屈 他想要增進自己的信心 第三個就是 工作需求 比如說你是主持人 你是模特兒 當然不能扁扁小小的 那就不好看了 最後就是心理跟感情 當然這是外人沒辦法得知的 每個人會有一定的 心理層面的需求 才會轉了 想要用手術的方式去解決 其實熔乳很有趣 1895年 第一個德國醫生他是怎麼做的 有一個患者 他肚子有一個人的脂肪肉 就是把它切開來 拿出來之後 塞到胸部去 完成了第一個熔乳 其實就是脂肪移植 所以等於是脂肪移植 這件事情是歷史很久很久很久 當然為什麼後來這個沒有做 因為脂肪瘤不是每個人身上都有 所以也許你有我沒有 或是你的大我的小 那這樣就不了了之 在1954年的時候 就做了皮跟脂肪的皮半手術 等於是他切一塊皮跟脂肪 然後直接把它塞進去 那這是1954年 在1950年跟1960年代 那時候就是有一些各種的植入物 包括像什麼鐵芙蓉 像什麼海綿 還有像蜂蠟 還有這個矽膠 甚至凡事裡 都有被放到胸部的歷史 那這些紀錄當然就是 慢慢被消滅掉 因為為什麼 因為放進去之後效果不好 或是會亂跑 我們知道以前有一些小鎮美容 是打矽膠 打進去之後就會亂跑 像最近也有 也有case是打那個奧美町 奧美町他也是會亂跑 那也很快就被禁用了 但是中國大陸還是在使用 所以我們目前 這種case還蠻多的 那在1965年的時候呢 法國人發明了第一個鹽水袋的譯物 也就是說它外面是矽膠袋子 裡面是鹽水 那事實上在更早以前 在早三年前呢 就有人發明了 外面是矽膠 裡面是裝矽膠 所以等於是 差不多在1962、65之間呢 這個濃乳的植入物設計已經完全成型了 後來沒有什麼太大變化 只是目前呢 增加它的材料的強度 然後讓裡面的矽膠不再流動了那麼厲害 不會說因為破掉之後就 蛤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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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外流 類似像這樣子的改進 那事實上其他的部分 我覺得變動不是很大 植入物的選擇 有黏水袋 有果凍矽膠 有磨滴矽膠 還有水滴型的矽膠 那那麼多嘛 你看這樣 你如果唸起來就五個啦 五個要怎麼選 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2017年的文章裡面 就是這個手術的一個回顧 融入手術的回顧裡面 因為每個人的胸型有ABCDE 你放進去的植入物一定不一樣 那包括你萎縮的程度不一樣 所以放進去也不一樣 那甚至呢 會有比如說 雞胸或漏斗胸 或是胸部歪斜 我們知道 每個人都多少有點急速側完 那你的胸部可能會 這邊突出來這邊縮進去 所以臨床上面可以看到 各種不一樣胸型的人 不要想像你是一個完全對稱的人 因為每個人都是完全不對稱的人 那只是說你的不對稱需不需要 由這些植入去修正而已 如果你的不對稱不是那麼厲害 那我會建議你兩邊放那麼一樣的 有一些特例是胸部大小差很多的 那就可能型號啊 廠牌啊 要選擇有一點點不一樣 那每一家公司呢 它有出它的藝乳的型號都非常的多 現在目前都很像我們在滿層衣啊 講好聽一點是量身定做 但事實上很像滿層衣 我們會先量你身體的寬度 量寬度之後呢 再選大小 看這個大小呢 可不可以放進去這個空間 如果這個人他想要胸前很偉大 那我必須要選這個高度 要更高一點點往前突 那如果這個人想我要自然 我不要被人家發現 那只好選一個扁一點的 我們可以看到這兩顆 它就很明顯的不一樣 一個比較突一個比較扁 那這放進去的時候 很明顯它就會不一樣 這個會務必希望你跟你的 手腹醫師好好的討論 你要選哪一個size 哪一個牌子 因為好的size 好的大小放進去 才可以得到比較好的結果 不要說隨便 你現在診所有哪一顆 我就放哪一顆 那就是一個錯誤的行為 後面有一個2016年的文章 它要討論圓形跟水滴形 我們知道兩年三年之前 是水滴形很熱門的時候 因為剛進台灣 那水滴形跟圓形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呢 這一顆是水滴形 它站著的時候是水滴形 那圓形站著的時候也是水滴形 可是躺下來的時候呢 水滴形那躺著的時候還是水滴形 那圓形它還是圓形 大家一定覺得 哇那水滴形很棒啊 那這樣子可以很漂亮 可是事實上這個文章裡面告訴我們 不管是放圓形或水滴形的手術了 給一個普通的人看 就看他的胸部外型 或是另外一組給整形外科醫生看 他們到底不會分出來 結論是 340cc以下的植入物分不太出來 也就是說目前台灣常用的大概350以下 放到400的很少 340以下的 你事實上放圓的跟水滴 根本別人都分不出來 那所以我們可以經常要問到 熔乳之後 他的另外一半說 你這樣摸起來覺得怎麼樣 很不錯啊 但是到底是圓形還是水滴 他不知道 因為就算一個專業的醫生去觸摸 或是去看 我覺得都不是那麼容易分辨 但是他的統計報告裡面 由專業的診外醫生去區分 的確比一般的人去區分 的那個成功率還是高一點點 所以理論上還是可以仔細的分辨出 他是圓形還是水滴 但是對於消費者而言 事實上沒有那麼絕對 接下來就是討論到摩滴 摩滴是最近兩年最熱門的產品 因為他兩年前剛進台灣 那今年是第二年 售價非常非常貴 然後號稱是老實在醫師 誰會把老實在醫師放在身邊 2018年出現一個德國的文章 他是第一篇一百粒的摩滴的文章 那馬上後面就是接著就討論 他說你這個德國醫生你做得很好 但是事實上你的照片顯示出 你的植入物很明顯就是一個圓的植入物 所以摩滴並不如他想像中那麼美好 他並不如躺得像圓形 站起來像水滴 你看這一個是Mental的 這個是Mental的 他也是躺得像圓形 站起來像水滴 哪一個不是像水滴 其實每一個都像水滴 只是說廣告裡面 你有沒有那麼敢講而已 因為其實大家都差不多 我覺得會選擇摩滴的消費者 我要提醒你就是說 你願意選擇摩滴 沒有任何對錯 他有10年的安心保固 跟5年的保險 所謂10年的保固 就是10年內 如果你破掉或是講謀卵說 他就給你一個新的 那5年之內 如果你破掉或是出現講謀卵說 他不只給你一個新的 還給你一筆費用 你可能回來找謝醫師做手術 後來覺得這是什麼 什麼把我做成這樣子 找陳醫師手術 那他會給你一筆費用去找陳醫師手術 那我覺得如果消費者是看待這個保護跟保險 那我會建議你的確可以多花一筆費用 就是說假設如果你不在乎這個保險 你很信賴你的醫生 那事實上就不需要花那麼多錢做這個手術 因為也許你就是選Mental就可以了 因為他們可以選到幾乎類似一模一樣的型號 就看起來完全一模一樣的 那放進去之後呢 理論上也不會有什麼差異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公肯的建議 那另外就是摩滴他有一個晶片 因為那種體外可以掃掉 得到這一個晶片的續航 可是我目前為止 所有放摩滴的人 還沒有要求過我去掃他的續航 因為在台灣不太可能會出現放假的東西進去 很豐富 怎麼可能去放假的對不對 我們沒事不會做這種事情 所以如果是一個合格的醫生 合格的診所 放你手術的話 事實上不太可能的假貨出現 所以等於是這個東西 並不會有太大的用途 他可能只是一個產品的噱頭 我可以老實這樣說 他這是一個噱頭 那其他的雖然說他沒有一個 從身體外面掃描得到序號的一個證據 但是不會造成你任何的影響 因為你的診所你的醫生理論上 都會提供很正確的資訊 不太可能移產 他這個叫做Color Funnel Color Funnel 它很簡單 它就是一個極奶油花的概念 所以呢 這樣就可以把它放進去你的胸部裡面